大家好,欢迎收看由自学区录制的C语言视频教程 我们的网站是3w.自学7.com 这是我的QQ号,841116165 还有我们的Q群 这边,那么这全都是学习本套课程的 那么如果有疑问的话,欢迎加群,然后进行一些交流 本次课程推荐的配套书籍在第一课程中 第一课的教程中已经讲了,那么可以在论坛下载 这本叫C'这本书,非常的不错 那么前面今两课讲解了一个C语言的环境搭建 那么至此为止呢,环境我们各位应该已经搭建好了 那么我们就来讲第一个简单程序的一个结构的详解 那么就讲解第一个程序一些所有的一些东西 那么大家了解第一个程序 那么本节课用的代码就是这些代码 那么这就是整个编程序的代码 那么我们来一句一句的,我们先来运行一下看一下效果 然后再来一句一句跟大家解释是什么意思 好,我们先把代码复制一下 然后新建一个新建一个原程序 就是重新建吧 比如这个删掉 重新建立 就叫自学7.c 好,然后用这个昨天大家装的一个东西打开 打开之后代码粘贴 那么大家也可以自己去打 那么我们就这样 就这样,然后点按Ctrl加S或者说按这边保存 就把整个代码保存起来 保存好了之后 现在这个代码就保存在这个里面 那么就在这个目录下 那么我们用控制台 命令行进去编译一下这个文件 然后看一下效果 然后我们再一句一句的讲解 然后我们运行这个是用那个挥标键 就是按一下打开整个菜单的这个键 然后在加按住的同时按一下R键 这个R这个字母键 就能够打开我们的这个运行这个窗口 然后输入CMD这个控制台这个 然后就弹出一个黑框 那么看了昨天的教程 有的朋友还不会编译 就是他不知道如何去编译 然后编译之后呢 他还有很多小问题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节课 我们再重复的讲一下如何去编译 首先我们来看如何进入到这个盘幅下面 如何进入到这个F盘的C目录下 在C目录下找到这个文件 好 首先我们F加一个冒号 我们昨天的那个上面有讲 那篇帖子上有讲一个简单的CMD命令 然后回去了 我们就进入到现在是在F盘下面 好 然后F盘下面有个C目录 F盘下有个C目录 就这个进入到C目录里面 那么我们看进入到C目录 CD空格 然后一个C回车 那么现在前面就是一个F盘 目录下的一个C目录下 好 现在里面的话有哪些东西 我们可以用DIR目录 这个命令回车 然后看一下里面就有这些目录 这些跟这个E对应的 可以看一下 那么我们这里面 这有个C 我们还可以CD C就进入到C目录下面的C目录下面 我们可以看这边 同样 我们在这进入到这里面F盘 C下面 我们还可以用DIR查看一下 那么可以看到这有一个自学7.C 那么这个正好就是我们刚才创建的这个文件 那么然后我们用什么来编译呢 就用我们昨天配置的GCC这个编译器 GCC 然后加上一个自学7.C 就是当前目录下自学7.C这个文件 然后 如果不加后面的任何参数的话 回车 那么这边会提示我们 说找不到这个文件 找不到这个文件 这是因为我们这个文件名和这个没有对应 因为这里面叫自学7.C这个少了个I 那么我们给他加上 这个门 是 然后 关闭一下 给他加上 少了个I 那么自学7.C然后我们再打开 来看一下这个 然后就可以了 那么首先搞懂一个就是 这个notepad加加这个工具 它只是一个编辑器 它只是只能用来写代码 它并不能把代码变成一个软件 变成一个程序 那么它只能用来编写的 变成程序的是这个工具 这个GCC这个工具 然后 自学7.C 那么这样能编译看 它没有任何提示就表示编译成功了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 当前目录下面 编译成功之后 它如果说你不加任何参数 它默认就是A.EXE A.EXE 然后我们可以运行输入A 运行 它就输入了自学7.C 然后 Senderbrand自学7.com这个网址 然后这就是它整个执行结果 那么这执行结果我们可以看这回车 同样我们昨天说过 它会一闪而过 那么我们可以加一个语句 在returning之前加一个 好 加个这个语句 然后重新编译 好 那有的朋友今天就问我说 为什么我重新编译之后 它没有再生成一个文件呢 这是因为我们这个编译之后 它其实是覆盖这个文件 因为我们没有跟任何参数 它默认就是A.EXE 我们重新编译之后呢 它是直接覆盖掉这个文件 所以说 有的时候还会这样 比如说我运行着 然后我再编译 它会提示这个什么什么 一大堆说什么 Connectal Open的Output File 然后就说不能打开这个文件 就是没有权限去访问 被拒绝访问了 是因为你运行着这个程序 别的占用了那个程序文件 所以说 别的程序就无法打开这个文件 去重新的覆盖它 所以它就出现这个错误 所以我们关闭掉之后再去编译 它就没有任何提示 就编译成功了 那么现在我们再运行A 就可以在这边数 然后这边 这一句GateCh 这个就是停顿着 等待用户输入 随便输入任何一个 它就结束了 就这样一个情况 比如我们就 这 双击运行 好 暂停着等 这有个光标跳动 就等待输入 随便按一个键 它就跳掉了 这就是这句话的意思 它就能够等待用户输入 暂停整个窗口 不让它闪 一下子就执行完了 就退出了 这让它一直处于等待 我们用户输入的状态 然后 然后的话 我们这就是执行的效果 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来看 还有一个 就是比如说 我有时候不想生成 A.exe 我想自定义 比如说我想生成自学7.exe 那么怎么办 那么觉得加一个参数 GCC 然后加你的 要编译的一个文件的名称 然后再加一个杠 横杠 一个简号 就是一个O 这个O是字母O 然后空格 加上你想编译成的文件名 比如说自学7.exe 好 回车 还有这边就生成了一个自学7.exe 那么同样的效果运行 这就是这个O的个O这个一个选项的一个作用 那么这点可以大家记住 多用几次就熟了 好 那么这现在我们效果已经出来了 我们知道效果 那我们来看一下每一个代码是什么意思 首先我们的第一句 第一句它是一个投文件 我们投 投文件 那么是个投文件 那么这个呢是注释 注释呢是 它不会 不会在我们的原程序中出现 它不会在我们的 那个编译后的程序中出现 不会被编译 只是在原程序 原代码中 可以给我们的程序作者 或者其他的用户看 而不是作为一个功能代码存在的 这就是一个投文件 那么投文件中有什么做 有什么东西 或者有什么作用呢 投文件中就定义了很多一些函数 比如说我们这个函数 printf这个函数 它的作用就是输出一段文字 那么这个函数 我们用之前 我们要用一个东西 不可能凭空就拿来用 它肯定要首先就有了 那么这个函数呢 它就定义在这个文件中 这个投文件中 那么这个文件在哪里呢 其实是在我们编译器的 include的目录下 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我们编译器装在c盘 这个文件下 我们前面包含include 那么s st stdio 那么可以看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 我们可以打开 用这个同样打开看一下 那么这里面 它定义了非常多的东西 那么就是 每个函数的定义 因为我们要用到这一个函数 因为我们要用到这个函数 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先包含这个投文件 还有这个函数 这里面也有 所以说 我们这个作用就是先把我们要用的东西包含一下 这个包含include 其实就相当于直接把 投文件这个文件中的内容 拷贝到这个地方来 直接拷贝到这来 就相当于这样 然后 然后我们的int man 这个man函数 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函数 每一个c语言的程序中都必须有一个man函数 它是一个什么呢 叫主 中文叫主函数 它是所有c语言程序的入口程序 入口函数 就说入口 它就每个程序 它都从这里开始运行 然后再在其中去调用其他一些函数 这个函数的概念 我们可以在后面的课程中来会学到 那么这就是记住 它是每一个函数 每个c语言程序 它必须有一个 而且只能有一个man函数 一般情况都是这样 都只能有一个 而且是从它开始执行 然后这个int是返回值 那么这int就 现在新一个标准 它是一个标准 就是int 它是返回的一个数字 整形的数字 然后 这个花括号 一个右边的花括号 一个向左的花括号 这左花括号 右花括号 它们之间包含的就是 属于这个man函数的一些代码 那么这个包含的代码 都是属于这个函数的 所以我们这支中的代码 都是在这个函数下面 属于这个函数 然后 然后这句 这句呢 它就是用来输出一段文字 这段文字 作为一个参数传给它 就是作为这个 因为它是一个字符串 所以我们要用一个双引号 把它包含起来 而且这个双引号 得是英文状态下的 所以这个是不能变 好 然后大家看这个效果 我们在这儿输入的是一行 而这边显示出来的是两行 那么就是这个作用 斜杠加一个n的作用 斜杠加一个n就是回车换行 它回车 然后换行了之后呢 就会在第二行开始显示 然后这个也是回车换行 这个在后面会有个格式化输入输出的时候 然后会给大家详细讲解 这个呢 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 这个我们已经说过 是等待用户输入 暂停暂停显示 等 就把暂停窗口 不让程序马上退出 不然的话这个执行到这句它就退出程序 那么这句作用就是退出程序 这句作用就是退出程序 退出之后整个程序就执行完毕了 那么就不会再执行 这就程序就结束 不会再运行下去了 所以这句只能一般都是放在最后 在要结束程序的时候 就用这句return 那么这个和这个是对应的 比如这个是int 有的教材上面它是这样的 void 那么这个呢 就不能返回0了 它就只能这样 一般来说呢 都标准上来都是这样的 都是用int 然后这几个是固定不便 还有这个也是要的 如果说没有这个也是会出错 那么这就是整个CM的 第一个程序的一个作用 那么大家可以去理解一下 如果说有什么不明白 或者说对什么地方细节 还不清楚的话 那么大家就提问一下 那么这节课我们就跟大家讲到这里 那么谢谢大家的收看 然后我们看一下 谢谢 谢谢收看之后 作业 课后的一个作业 就熟悉第一个程序的编写 就刚才我们讲的那个程序的编写 然后理解每一个句子的意思 理解它每句是什么作用 有什么意思 要求在学习下节课之前 能够理解的 在理解的前提下 熟练的编写出 我们本节课中讲的第一个程序 这就是一个课后的一个作业 自己去多念 然后就万丈高楼平地起 把每一步都走稳之后呢 才能够学得更好 那么下节课我们就来讲 CM的一个书写规范和注释 就是让程序写出来更好看一点 而不是乱七八糟看不懂 好那么如果有什么疑问的话 就去访问我们的自学 去提出你的疑问 好谢谢收看